噴臉 噴頭 噴手 噴嘴巴 噢 嘴巴不行 嘴巴會醉啊 抓緊 還有 睡覺記得要關電燈喔 不然難以入眠 你學會了嗎 哈囉 我是生活智慧王 你會睡覺嗎 沒關係 我教你 睡覺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準備好 一個像這樣厚厚的 然後大大的 這個東西叫做被子 然後軟軟的 有點高度 這個叫做枕頭 和一張床 身體打直 把被子 蓋起來 然後就要眼睛閉起來 想一些事情 睡覺 還有 睡覺記得要關電燈喔 不然難以入眠 你學會了嗎 哈囉 我是生活智慧王 你會使用酒精嗎 沒關係 今天我來教你如何使用酒精 酒精其實使用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它這裡有個把手 你只要使用一隻手的力氣 你就可以輕輕的按壓酒精 它就會噴出酒精 酒精的把手 長這樣 然後你的手這樣握住 就可以噴出酒精了 使用起來非常的簡單 酒精 你可以噴任何的地方 可以噴衣服 噴臉 噴頭 噴手 噴嘴巴 噢 嘴巴不行 嘴巴會醉啊 OK 接下來使用的方法非常簡單 像我今天想要噴手就這樣噴 就有消毒的效果 你學會了嗎 哈囉 我是生活智慧王 你不會看書嗎 沒關係 我今天來教你如何看書 首先你要選一本你喜歡看的書 打開到你要看的那一頁 睜大眼睛 看 來這裡要跟你們提醒喔 你眼睛痠的時候是可以摘眼睛的 不然你會得到肝眼症 這樣看書 看字 看一看 眼睛痠了 摘一下眼 這就是所謂的看書 你學會了嗎 哈囉 我是生活智慧王 你不會打電話嗎 沒關係 今天我來教你如何打電話 首先你要準備好一台電話 然後你要先練好傷龍十八掌 把電話拿好抓緊 手會痛 要小心 要適當的停止 這樣就可以得到打電話的效果 你學會了嗎 哈囉 我是生活智慧王 你不會開燈嗎 沒關係 今天我來教你如何開燈 每個電燈下面都有這個 兩個拖起來的 這個叫做插座 然後也有一個叫做插頭 你要這樣插進去 它的開關就會亮 這時候要注意喔 把這個開關按下去 燈就會打開了 你學會了嗎 我去看了 開關 開關 感谢观看